来 什么问题 你说 喂喂喂 听说听说见吗 说 就是这样子就是过年回家 然后呢 然后呢 经济家里面吃饭嘛 嗯 吃饭嘛 就老是说 就是说是外国的环境 然后说中国的环境 我不是患者啊 我现在说我不是患者 就是说 感谢您 中国的经济环境 他们老是说 现在国外的经济环境呢 就是说蹭蹭的往上涨 然后中国的环境呢 都是说国家隐瞒 引爆 然后呢 我是想 我是想 我是想反驳 但是我没有准确数据 我没有准确数据 我也不能说是 没有数据 无厘头的去反驳 就想问问你 这种事 如果遇到这种事情 该怎么去去说 怎么的 就是你 你家里面有人是 现实是美国联中公署的啊 那不是 那你就讲 咱就按照他们的逻辑烙 假如说这边引爆 隐瞒了 你拿什么证明那边没隐瞒呢 那他们就是会拿些什么 一些网上的一些论证啊 你不管哪的论证都行啊 那你怎么证明他们没隐瞒 就这么简单 你要证明说我这个数据摆在这 这是有隐瞒的 行我按照你的逻辑 你怎么证明这些人都没隐瞒啊 就是 对吧 就是 对对对 我也知道 感谢KGP的那个 我也说 但是呢 但是呢就是说 他们呢也就是说 那他们有个反问 就很 因为挺烦这个事情 那有啥反问的 你举证你就举例嘛 对吧 你提出你质疑你就举证嘛 你既然举证 你说你觉得这个数据是假的 你觉得这个报告是假的 那你觉得有隐瞒 那你怎么证明他们不是隐瞒的呢 对不对 对 是这样 你这你捞一个最最简单的东西 美国零元购都要报税 咱们比如说你在你在说这个 那个 对漂亮的话跟没说有 比如说那个就是所谓的那个 那个GDP收入 年的年GDP收入 美国的计算方式是什么 美国零元购都得报税 美国拿失业金都得报税 中国5000以下交不交 中国租房当二房东交不交 中国炒数字虚拟货币交不交 不交有没有惩罚 这个我不知道 美国不交有惩罚 中国不交没惩罚 你没有税 你没有税收 美国你不交的话 你中间断念了 明白吧 你中间不能断念 什么叫断念呢 美国所谓的这些养老保险 什么这些东西 它是要累计你的工作 工作的时候要40个点 交这个养老保险的这个点 一年最多有效累计4个点 你报20万的税也是4个点 你报6000块钱也是4个点 达到6000以上 他就4个点就满了 你中间但凡断了以后 你这4个点就没了 你今年4个点没积累上 你中间断念了 你再去后面这些分数再算的时候 你说我累计一共40个点 累计一共40个点和一共 一共就连续交40个点 他拿的这个养老金什么都不一样的 中间你停都不能停 对对 报税这个事情 我也跟他们讲了 我说 我说国内外的报税 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说国内有些东西不报税 国内有些东西 它是有那个 就像那个税的限度 就不用去报税 对啊 你国内 你在国外 你一年你就真是没工作 你敢不敢说你没收入 就这么简单 我问你 你今年没工作 你敢不敢说你没收入 这个 他们也要 他们就是 那国外的收入高啊 那国外是收入高啊 国外收入高 他报到的税减高 这个没有问题 收入高 你不能折合人民币啊 啥水平啊 折合人民币高啊 疯了 对不对 你折合人民币吗 你3000美金的收入折合人民币吗 美国可乐不是三块吗 不是三块钱每刀吗 你折合什么人民币啊 对不对 就是不折人民币 你不折人民币 你哪体现的高啊 在他们的硅谷 已经算是行业内 就是那个打工的中高层了 这马上跌接近高产了 一年一年十几万二十万 甚至三十万左右的薪水美金 你要这么算的话 一年挣三十万人民币多了 去忙 要吃司机一年还这么长二十呢 对不对 那不扯淡的吗 就是 对吧 我也觉得 有些东西就是 跟他们聊吧 要讲理 然后讲理嘛 这个理讲不过 但他们跟人瞎胡八扯 我说 你瞎胡八扯 那你跟我说 首先你跟我说 他人不在你跟我说 一没用 二你数据 你要讲理咱就能唠 你要不讲理 那就没法唠 不就这么简单吗 你说白了 你家有点亲近 那就是我常年说的那种 过年了 喝点啤酒 两人都痛哄 一个个好像谁都挺了解国外事 你就简单的一个问题 你去过吗 生活过吗 活什么区 说两句英文我听听 他们也就是去过香港 狗逼不是 那人闹什么国际大事 对吧 狗逼不是 你懂都不懂 撒计算都不会 完了给人闹什么国际大事 好像自己挺懂一样的 对对 我也是 我也是 我也是第一次看你直播 然后 经常看你 看你的录播 然后但有些东西 我也不懂 我现在来问一下你 行 行 那好了 就这样 谢谢 谢谢应告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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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应告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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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